好 大家好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為這群公公婆婆演奏高虎呢? 因為我也想一些長者可以開心一點 欣賞音樂就最好不過了 至於為什麼來了這裡? 全因為名愛的義工, 慧宴 當我這次知道要跟一群長者相處 我就找了一位專家來幫忙 她就是慧宴 我其實是一個有十幾年 抑鬱症的患者 有位教會姐妹告訴我 有個不用錢的課程可以讀 最後成為了樂靈之友的義工 然後再上了新心行動健康計劃 更加有方法去處理自己的情緒問題 我想請問你現在有多少個服務對象 活躍的其實只剩下五個左右 或者她們有些事情需要我幫忙 我就會幫她們想方法 通常長者是甚麼原因抑鬱呢 她們多數都是獨居的長者 例如麗珍婆婆 但因為年紀一直大 身體又開始差,有很多疼痛 初初認識她時,電話也不想跟我說 例如麗珍婆婆的例子 你會怎樣幫她 例如我知道她和我同一個生肖 而且大家都是姓何 就開始打開華盒子 到時機成熟,我就約她出來 你們除了會去喝茶、去玩之外 其實你們還會去甚麼地方做服務呢 其實中心會搞很多活動 目的就是鼓勵她融入社區裡 阿維營真的幫到我們很多 家裡的東西壞了,我很緊張 她說不用怕,我來看你 幫我打電話去做個洗衣機 都很幫我,很關心我,很疼我 大部分的義工 她們都有一些抑鬱症 或者焦慮症的背景 可以以同路人的身份 去勉勵一班 現在有長者精神健康需要的一些個案 其實阿維營主要有兩個很大的成就 第一個就是能夠拿到 一個叫做新生平安行動計劃 帶領元的資格 第二就是阿維營在去年 拿了一個叫做 元朗區結出義工選舉 長者組的冠軍 由以往一個有憂鬱症的長者 到現在能夠成為一個拿獎的義工 在整個過程裡面 都顯示到她優秀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希望多些義工加入 能夠幫得到整個社區 可以有真正的精神健康 其實我自己也有義保 就是我婆婆和我爸爸 以前在照顧他們那裡 我有時都會明白 為何他們會這樣 在我接受了做義工之後 我會明白他們更多 我老公看到我有很大的改變 開始對我的義工工作很有興趣 這位同學, 讓我來講解 那位精神健康急救證書 大家都成為了帶領元 我們有時一起去做運動 和狗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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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多了它, 包容多了它 而且我們的關係是一天給一天的進步 迫森, 這次探訪你的感覺如何 其實我演奏的音樂給老人家聽 我看到他們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這次準備了甚麼曲目 我今天會準備一首 叫做娛樂升平的廣東音樂 希望大家平安喜樂 事不宜遲, 把舞台交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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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